大家好,今天我们从一幅画来学几个英语的单词 那这幅画是什么名字呢? 这幅画的名字是像棋在像人一样的玩 平常我们是人把棋子摆在棋板上 这幅画呢,烦了棋子在下棋,把人摆在上面 然后重点呢,是上面这句话 Here is the simplest chess man It moves only to work and back 我们介绍其中几个单词 第一个单词是simplist 它是simple,简单的最高级 simplist就是最简单的 下面一个单词 chessman,它是棋子的意思 以后记住,棋子里头有个man,有个男人在里面 有个男人在里面 想象一个男人在下棋 chessman,很多男人都喜欢下棋 chessman,有个男人在里面 chess,chessman 好,move,move是改变迁移移动的意思 move,move加了一个s还是念move only to work,to work去工作 only仅仅只有 人呢,有时候像棋子一样 摆在棋盘上 他的轨迹是规定的 你不能乱走的 如何走是规定的 很多人也是这样受限制 it move only to work and back 他也限制 他也被限制 很多时候不能够随心所欲的 有些人只是only to work 去工作 去,然后呢and back 然后回来 只能够往返 每天走同样的路 坐同样的公交 坐同样的地铁 然后呢,每天就是这样 是不是很像棋盘上的棋子 只能够在某一种的轨道上行走呢 是不是 所以像棋在像人一样的玩 这是我们生活的现实 Here is the simplest chess man It moves only to work and back 好,再来一遍 Here is the simplest chess man It moves only to work and back 好,我们记住三个单子 Simplist 最简单的 Chess man 棋子 然后move 移动 To work 工作 去工作 and back 回来 好了,我们就学到这 拜拜 拜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